各位好,来到上午10点43分 港股今早高开就预了 我亦预了高开之后就有不轻的沽压 情况亦都是一样 大家一会儿会告诉大家 在内里不同的板块是有少少微妙的变化的 大家未必会看到 先看看五大指数 现在一二三四五个指数全部都是升的 升跌幅暂时就以这个科技指数1.507%最大 最少的就是恒生指数0.404% 这个亦都跟预料的情况是相近的 接着呢 红丑亦都0.41表现没那么好 相对的 现在升降股票数目比较 蓝筹股就跌多个升 国企股就升多个跌 红筹股就跌多个升 科技股就几乎 都不算全面的 31个人比较28个人升 接着呢就到综合指数 就是升多个跌 那为什么我选ETF 不选红红筹 不选国企不选南筹 偏偏选了科技 上个星期新批买的ETF 大家看看原因吧 就是因为科技股的买盘 明显是比之前增强了的 看看我们的恒生指数期货 恒生指数期货 现在是小时图 阴阳速小时图 一开始就高开 接着就回落 反复在一轮的低位 再支持再受考验 现在在偏高的位置 就呈现反复偏远的走势 保力加通道顶部就破不了 不能正式破到的 但是呢 好在就向上移 那就是扯着 指数期货上去 指数期货 这个小时图的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五个都是理好的 局势依然是全面 好 要留意的就是这个高位 这个高位是2075 是否低一点 距离那个多少 距离那个2057 2075是即时关键位 暂时的 国企指数期货 我呢 就的情况 我开了小时图先 国企指数 国企指数期货 就是 呃 差点 对不对 连保的加通道顶部都过不了 但是即时形势 都是属于 全面向好的 但是留意SAR的出载极点高位 那出载极点高位 代表什么呀 大家看看我过去说 多集 即是十集 几乎有七集都有讲的 七段影片 大家自己看吧 解释一下 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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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4 即时重要阻力位 未来的 移民机的时段 123的时段 交易时段 科技指数 小时图 原来 虽然说表现好些 但是都是回到保利加通道 中族上的 说真的 大病干预 就更是 慢慢 慢慢 復原 指标 全部离开 全部离开 但是也都出了 SAR极点高位 就有点麻烦的 希望 也都在这个 10点多 12点前 最迟下 就两点前 都会出现 高过77.38 的时段收市位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 很大机会 试这个 高位 7 8 6 9 了 嗯 试了 不是试 试错了 试错了 再开 重新没办法 研发主板市场 非省会主动买股 比率56.44 配合升势 高过平均数 53.47 而暂时 资金准主动买入一般 51亿 低于平均65亿 资金准主动买入一般 低于平均65亿 资金准主动买入一般 低于平均65亿 资金准主动买股 资金准主动买股 60比40就是汽车业 再看拓价头五大,被动买卖券商 买卖加上算,交易最多是美林和Credit Suites 第三位是JP Morgan,第四位是高盛,第五位是UBS 我们两个北水,第六第七位 主要拓价头五位是拓着美团 美林和UBS 压价就是阿里巴巴说,三个压住 美林,高盛和UBS 阿里巴巴依然继续受压 在今天重点分析股票1093石药集团之前 我们又看看美子期货 刚才我和大家说,有点微妙的变化 一开始头十几分钟,风际指数表现相对最差 是比美子期货的,偏低幅度最大 但是接着,去到10点多钟,突然间反过来 变成最好的 偏高幅度,现在是否最好 暂时,都相对地是最好的 但刚才的百分率是高很多 现在的话,我们继续看科技股支持的大事 暂时,它最好 偏低的交叉就是蓝筹股 蓝筹股,红筹股也是一般 看过日经,日经现在显著偏低 上海深圳,上海是持平的 深圳反映科技股指数内 科技股表现的内地 科技股表现偏高很多 0.6% 比香港科技股明明好 要看着科技在深圳股市下 如果看这个股计算价 即AS 在这个10.7%的时候 恒生指数是报28,184 现在正在跌 即是有压力,南筹股很大压力 国企股当时是10489 现在就轻微跌,国企股也有压力 科技也差了,7693 现在是7691 加上这三个指数 都是多数轻微 轻微偏低 不是多数,sorry 南筹股是轻微偏低 现在又偏高 轻微偏高 那还有少少希望 希望这三个EAS 转头上升 否则呢 今早在即市感浪 给Patreon的Gold Dentinum 和Diamond的订户 建议 或者今天就会沽不了 好了,我建议你把部分 持有的 科技股指数 ETF 沽出走位 本来不让你看 今天破例给你看看 在下面 我们计算了三个 刚才曾经很漂亮 冲了上Target2 第二个即市重点阻力位 希望绑一绑 教大家 放了一个 沽盘 在7.282.5 或者略高的水平 什么是略高呢? 其实呢 我就会放在7.282.5 所谓的力量高 一般来说 我都会放在2个 3个 4个左右 你真的要拼搏 放在5-6个 一不对路就按下来 如果不是的话 没什么特别的 7.282.5 就不常 好了 看形势 到7.282.5 的机会又小了很多 不够刚才10点多 先放下来 不要紧 刚转强势 走不到位 不然明天再走过 啊 放正我们走半 好了 这个说完 说完呢 我们看我们的 好角了 石药集团 10个不豪2 现在在做 走势就是先跌后反弹 然后 摘幅横行天远 历史波幅是42 等于恒生次数2倍多 风格高一点 我看在买卖平均 看看 资金流向 现在EEEF 指针流向 ик录台 神经济 资金正主动 很颇 资金仲 买入 平均计算是1.1300多万 现在非省的主动买股比率是很差的 25比75,即获利回套股盘很明显 过去5个交易是68比32很漂亮的 暂时是10.8是一个最多交易的关口 上边10.82有较大的阻力 下边的支持10.75就麻烦,支持这么短 加上它是红色长过蓝色 代表订货多过数货 如果计算200万或以上 即是普通大户加特大户、膠丝级大户 但你看真点,其实是没有特大户的 因为没有一个够500万 即是普通大户的交投只有6宗 就是27比73 不漂亮的 加平平均价10.81 1,800 托价的 今早上主要是两家 大和资本和海通国际 类积的资金正被动买入 大和资本是2500多万 海通国际是1600多万 压价是一家 主要是摩根斯丹尼 压住是1400多万 大家的增持区 都是10.8 大概可以拍到 好了 那现在我们要重新开图 刚才手多多关掉了 重新开图 再上去给大家看 嗯 拉上去放大一点 太小了 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1093 1093 我转一张日线图的 Deport Sentence 给你 顺便说一说 刚才今早我记得记不到你们投票 在留言上 希望我下个礼拜 即今个礼拜就没有选这股票给你投票 都什么呢 那次是蓝月亮 记得蓝月亮将会在下个礼拜 即今个礼拜 即今个礼拜五给你开支投 下周开始给你投 那个五只股票之中 其中一只会是蓝月亮 Z的集团 先看日线图 今次说过了 上周五就冲了上去 今次就回吐了 很湿碎而已 最重要的支持位 当然我们来看两个的 先看上周四的高位 10.02.4 这是第一个 接着这个高位 是3月16日的10.08 希望能搜到 如果是你说回落多少呢 由于它升得这么急 先看日线图说一下 指标的全面利好 不用说了 我们也说一下周线图 周线图月线图说一下 中线 就是 从保里加通的顶部上 也是全面向好的 目标应该是看 11.02.30 升穿之后 就看这一个 11.02.30 就是去年的9月上旬 然后就到了11.02.13 就是2019年11月下旬 结束下旬 22日结束那周 目标就很明确了 很容易看 反而我们来看看 反而我们来看看 它下去的时候 调整位哪里有较大的支持力呢 这个看了10.08 中线全面向好 短线全面向好 月线 就是长线如何 月线图体 指标 亦都是全面向好的 这个股票很漂亮 不过保里加通道顶部 暂时有阻力 不怕的 它是上移的 只要它继续维持上移 它升到上 站到上边就可以了 例如这个例子 站不到上边 加上资金足就差了 但乐观得来 只可以审慎乐观 都要小心 避免出现同样的情况 这些情况 最好是站到上边 又继续上移 通道顶部 那就好了 刚才我说回吐多少呢 由于它升得这么厉害 上星期五 那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看了小时图 OK 看了小时图 看最近的升浪 从哪里开始 看到吗 是 9.87 9.87 9.87 OK 9.87 我们开个Excel 计算数的波 9.87升上来 升到最高多少呢 11.08 11.08 让我看看 11.08 对吧 对吧 11.08 刚刚下跌到多少呢 10.7 最低位 10.7 OK 10.7 嗯 清楚了 回落的0.382 到了 10.6 1.18 1.18 对吧 0.236 到了 0.382 10.6 18 10.4 75 10.332 这三个就是预计 如果市场不是逆转 或者他本身 并出现一个很重大的 利淹消息 我们看看三个位置 可以支持下一个星浪开始 这是最正对的看法 转回日线图 看完小视图 如果也不能天前 那么整个星浪就量它 所以做不到 最低是9.30 因为太花来说久了 而且才是9个30,9,3 hadi OK 按照的,最低是9个30 如果系我们据那一个3 ,5 9个30,5 0.32,0.5,0.6,018 如果不能守住,10.41.9,10.21.5,10.01.1,才能支持新升浪开始 当然,企都找10.33.32,就不用看太差 这一段分析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看